为什么历史上有些人 父亲和儿子都是皇帝 本人却没能登上皇位 作为古代最稀缺的一种职业 皇帝的数量无疑是相当稀少的 从秦始皇第一次创造出皇帝这个词 一直到秦朝灭亡 中国一共出现过400多位皇帝 而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继承制度 除了开国皇帝需要靠自己打天下之外 其他所有人的皇位 基本上都是父子相传 少数情况下 如果皇帝没有儿子 也有可能会传位给自己的兄弟 至于说 某个人的父亲和儿子都做过皇帝 但他本人却没做过皇帝 这种事情就更加罕见了 毕竟 按照传统的宗法继承制 如果父亲当不上皇帝 那他的儿子也绝对不可能当上皇帝 不过 事情也有例外 中国历史那么长 像这种极特殊的案例 也不是没有 而且还不止一个 哪怕不算那些混乱的时代 光是几个大一统朝代 这种情况就至少出现过九次 其中汉朝四次 西晋一次 元朝一次 明朝两次 清朝一次 首先是汉朝 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 是在西汉中期 汉武帝在位的后期 太子刘具 被奸臣陷害致死 导致汉武帝 不得不从自己其他几个儿子当中 再挑选一个 汉武帝虽然儿子不少 但能够让汉武帝满意的 却没几个 所以挑选到最后 汉武帝只能选中自己的小儿子 刘福林继承皇位 这就是汉朝帝 汉朝帝即位后 虽然做皇帝非常合格 但却一直没有孩子 而当汉朝帝去世之后 大臣们就得从宗室当中 挑选其他人来继承皇位 照理来说 既然汉朝帝没有儿子 那就应该从汉朝帝的兄弟当中 挑选一个 但问题是 汉朝帝的几个兄弟 此时虽然还有在世的 但个人情况 却实在不适合做皇帝 要么刑事冲动 喜欢和野猪打架 要么之前有夺敌的念头 不适合继承皇位 所以最后 以霍光为首的大臣们 便选中了汉朝第五哥家的儿子刘鹤 前来继承皇位 不过 刘鹤继承皇位之后 因为刑事太过荒唐 所以不到一个月就被废除了 因为这个原因 刘鹤的父亲刘破 虽然没当上皇帝 但刘破的父亲汉武帝 以及他的儿子刘鹤 都是曾经做过皇帝的人 刘破本人却从来没有做过皇帝 所以 刘破也就成了历史上 第一个有这种经历的皇子了 第二个例子 则是在刘鹤登基数十年之后 当时在位的汉城帝刘鹤 因为宠爱自己的两个妃子 赵飞燕和赵和德 导致这两个妃子彻底把持了后宫 这两个妃子 为了一直得宠 据说是用服药绝育的方式 来保持青春 同时 因为担心其他妃子生下孩子之后 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所以 这俩人就开始迫害后宫 导致汉城帝的四个儿子 全部夭折 没有任何一个活到成年 因为这两个妃子的原因 导致汉城帝临死之前 并没有自己的儿子 既然没有儿子 那接下来 就应该找汉城帝的兄弟 来继承皇位 而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 汉城帝在世的时候 就想过很多 汉城帝一共有两个弟弟 但这两个弟弟 都让他很不满意 所以最后 汉城帝就立了自己二弟的儿子 做了太子 等到汉城帝去世之后 老二的儿子继承了皇位 这就是汉埃帝 所以 汉埃帝的父亲 定陶公王刘康 就成了历史上的第二个案例 虽然他的父亲是汉原帝 儿子是汉埃帝 但从他父亲到他儿子中间的这一代 是他哥哥做皇帝 而不是他本人 而历史上的第三个案例 还是因为这段历史 汉埃帝登基之后 同样也没有儿子 在位六年之后就去世了 汉埃帝去世后 照理来说 应该选他的兄弟 也就是刘康其他的儿子 但可惜的是 刘康只有汉埃帝这么一个儿子 所以就只能在网上找 去找汉埃帝三叔家的儿子即位 这就是汉平帝 而汉平帝的父亲 中山孝王刘兴 也因此成了第三个案例 讽刺的是 从以上这段关系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两个案例 其实是亲兄弟 汉承帝是老大 刘康是老二 刘兴是老三 连续几代皇帝的传承 都出了问题 到了这个时候 西汉的高层 自然也就开始不稳定了 所以 在之后 王莽就篡权做了皇帝 西汉也就此复灭了 第四个案例 则是发生在东汉 汉章帝在位期间 首先立自己的三儿子 刘庆做太子 这个刘庆 也是一个不错的储君 做太子的时候 非常贤明 但可惜的是 刘庆并不是汉章帝的 皇后斗士所生 后来 斗士一直看她 不顺眼 干脆直接怂恿 汉章帝废了刘庆 刘庆被废之后 老四刘兆做了太子 后来 又顺利做了皇帝 这就是汉和帝 汉和帝登基之初 大权都掌握在 太后斗士一家的手里 后来斗家事大之后 便想着要谋反 但是最后 汉和帝 还是平定了斗家的叛乱 而在评判过程当中 老三刘庆 则是出力不少 所以 深得汉和帝信任 再后来 汉和帝早早去世 只留下一个 刚刚出生三个月的孩子即位 但这孩子即位之后 再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自然也没有后人 所以最终 汉和帝这一脉 就彻底断了 既然 汉和帝这一脉无后 那自然就只能 从他兄弟的儿子当中 挑选合适的人选 继承皇位 因为之前的平乱之功 老三刘庆的儿子 最后就被选为继承人 这就是汉安帝 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 刘庆虽然当过太子 他的父亲和儿子 也都做了皇帝 但他本人却没有做皇帝 所以东汉的刘庆 就成了历史上的第三个案例 第五个案例 则是发生在西晋 西晋中期 著名的赤代儿皇帝司马中即位后 因为自身没有控制天下的能力 导致司马家开始迅速内斗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 在八王之乱当中 司马中被迅速架空 成了一个傀儡皇帝 而司马中去世之后 因为司马中唯一的儿子早逝 所以就只能挑选司马中的弟弟即位 这就是静怀帝 不过 静怀帝登基的时候 西晋已经接近崩溃了 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入侵 西晋已经到了即将灭亡的时候 所以没过多久 西晋首都洛阳 就被汉召大军攻破 静怀帝也被俘虏 随着静怀帝被俘虏 司马家宗室便拥立了 吴王司马燕的儿子登基 这就是静敏帝 而吴王司马燕 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延的 第二十三个儿子 之前那位赤大儿皇帝司马中 是他的二哥 而那位静怀帝 则是他的二十五弟 因为这个原因 司马燕的父亲司马延 以及儿子静敏帝 都做过皇帝 甚至就连他的哥哥和弟弟 也都做过皇帝 但司马燕本人 却从未登上过皇位 甚至在洛阳被攻破的时候 还同时遇害了 运气实在是不怎么样 第六个案例 发生在元朝 元氏祖乎毕列在位的时候 他的儿子真金被立为了太子 作为太子 真金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称得上是非常贤明的太子 但可惜的是 后来朝廷内部有一些真金的反对者 联手和真金进行党争 后来虽然被真金击败 但是也让真金身心俱疲 不久之后就病逝了 而真金去世之后 忽必烈因为怀念自己的太子 所以在临终之前 便指定真金的儿子做继承人 这就是元成宗 因为这个原因 真金的父亲忽必烈 以及儿子铁木尔 都曾经做过皇帝 但其本人 却因为过早去世 错失了皇位 第七个案例和第八个案例 都发生在明朝 而且相对来说 更被大家所熟知 一个是明初太子朱彪 朱彪是朱元璋最喜欢的儿子 一直都被朱元璋视作继承人 但可惜的是 后来 朱彪死在了朱元璋之前 所以 朱元璋没办法 只能选择立朱彪的儿子 朱允文做太子 另一个 则是著名的 家境皇帝朱后聪的父亲 明朝中期的时候 明孝宗 朱又堂在位期间 只有一个儿子朱后照 而朱又堂去世之后 朱后照顺利即位 但是 朱后照去世的时候 本身没有子嗣 又没有亲兄弟 所以就只能从自己的 堂兄弟中挑选 经过一番挑选之后 最终 大家选中了明宣宗 朱又堂四弟的儿子 朱后聪 作为新的皇帝 而朱后聪的父亲 朱又元 他的父亲朱建深 儿子朱后聪 以及哥哥朱又堂 都做过皇帝 但他本人 却没做过皇帝 后来为了让他被追封为皇帝 家境皇帝 还闹出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大礼仪事件 这也是明朝中期 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 第九位 则是清朝的 纯亲王一宣 纯亲王的父亲 是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去世之后 选择了自己的 第四子一主即位 这就是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 只有一个儿子 顺利成年 后来继承了皇位 这就是同治皇帝 而同治皇帝 在位期间 据说是比较喜欢 微福出巡 去青楼体察民情 所以 搞得自己最后没有儿子 因为同治皇帝 既没有儿子 也没有亲兄弟 所以 同治皇帝去世之后 大家就只能从 咸丰皇帝的兄弟当中 挑选一个 把这位王爷的儿子 过祭给咸丰皇帝 以此来作为 同治皇帝的兄弟 兄中弟籍 这样一来 最后就选中了 纯亲王的儿子 这就是历史上的 光绪皇帝 所以 纯亲王的父亲 是道光皇帝 儿子是光绪皇帝 哥哥是咸丰皇帝 侄子是同治皇帝 但他本人 却没能坐上皇位 所以 也就成了第九 个例子 纵观历史上 几次相关案例 我们不难发现 这些案例 可以分成两个类型 一个是父亲 比爷爷死得还早 所以爷爷临终之前 就立了孙子 做继承人 另一种可能是 爸爸本人 没有做过太子 而是由爸爸的兄弟 做皇帝 但爸爸的兄弟 最后绝后了 所以只能由 爸爸的儿子即位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 对于没当上皇帝 的这个人来说 恐怕都是一个 巨大的遗憾 毕竟 自己的父亲和儿子 都做了皇帝 自己却和皇位 擦肩而过 这种遗憾 恐怕也是常人 难以想象的了 谢谢大家